最美丽的风景从不会观想满 天空荒原大海和人生 路上做个孩子又明亮又单纯 如小路一样看星辰 海风送给岛屿几一万年的晚 大雨落山川 我在TMEA音乐典里和大家一起探索音乐世界 让我们一起相约QQ音乐 酷狗音乐 酷我音乐 全名K歌 在音乐里 Hi-Fi 相庆每分每秒 周深2024十周年巡回演唱会杭州站 在9月19日晚20点开票 又是开票即售庆 这次场馆是杭州奥体中心大莲花体育场 据悉 容纳人数仅次于北京鸟巢 总座位80800个 这么大的场地居然点进去一秒就没票了 可见作为最年轻体育场学院歌手的周深 不愧国民实力唱将 受到越来越多歌迷的喜爱 号召力恐怖如斯 在哪里 啦啦啦 啦啦 好好听啊 谢谢大家 周深巡回演唱会贵阳站圆满落幕 然而微博上还热议不断 中国文艺报也发文提到周深的名字 周深的贵阳演唱会从开始 生命们的强有力的应援 到演唱会结束 周深整个全程都是最快乐的小王子 演唱会上有家人有老师 周深说这是最紧张的一次演唱会 小编说这也是周深最值得珍惜 和最经典的一次出道十周年的汇报演出啊 演唱会里的精彩场景还每天在循环播放 周深的演唱会又给周深增加了好多粉丝 周深的演唱表演实力 他强大的舞台控场和号召力 以及他对观众的热情等 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记忆 周深又将他赏心的征程 在更多城市看到他的身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7月19日在中国台湾高雄的街头上 惊陷了一辆与众不同的列车 市民们走近一看发现那是一辆贴满内地歌手周深海报的专列 小编感受到了内地青年歌手周深在中国台湾地区的超高人气 据知情人士透露 这是周深的台湾歌迷为庆祝周深出道十周年 在高雄最美线路上安排为期一个月的专项活动 为什么说是最美专列 是因为本趟高雄青鬼周深号 途经高雄美术馆龙猫隧道 博尔艺术特区 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梦时代购物中心 八五大楼等多个超高人气热门打卡景点 美丽的自然风景和建筑与蓝色的车身相得益彰 为方便附近的歌迷朋友前去打卡 小编帮大家收集了周深号的行驶信息 行驶日期 2024年7月19日至8月19日 行驶时间 依捷运公司排班 每日发车班次及时间皆不相同 请自行打开相关应用查询 列车检修 列车会依据车况安排检修 请远地前往的朋友自行安排各两到三天 万一碰上临时检修停驶 还能在隔天遇到 避免一日由遇到停驶扑空了 每日发车时间 每日早上6点30后 参考轻轨发车10个表 平日下午14点 节假日下午15点 会再次依照当日车况更新 特殊提醒 7月25日下午13点25至14点15 高雄市万安演习 轻轨及市区所有路上交通全部停驶 请大家不要外出搭乘 一面扑空 然后这一季情深深会回归吗 我们在努力的促成 其中有一位现在已经谈的七七八八 还有一位我们在努力的促成 性别地域甚至国家的合作 毛布衣唱扑克费子 我家 看 粉色的小星星直冒 看不得上去了呢 咋俩换呗 好整个情怀藏在那心间 不差甜不差爱不差幸福满家园 写的挺好 哈哈哈哈 你画的饼也太大了 这个饼我好像以前听过 你真的好像二胡啊 多有味 我帮你配一个音音 你这个 凯哥他真的会唱 一二三 还没唱过 你怎么这么厉害 我不是多么 我 我 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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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看 红尘那团团 尺尺那情深俱散 总有时 你知道为什么你一步不来吗 因为你不够用心 你对他的热爱不够 当你热爱到问题为了说 你都不够用 你要用爱去感受他连接 你就是那个人 闭上眼睛连接 快点 左右有点不协调了 这首歌万一红片的毛络 怎么办 我以为他卖啥 麦克